蠻難得的 所以說不定有機會我們可以再多 交換一下這部分的東西 好 那 3C之後當然有一個新的改變 我就不多說了 沒時間談了 但裡面的每個東西都有故事 我也沒有時間談了 我不要講話 那我後來覺得就是說 這個民黨執政之後 因為有很多我剛剛看的就是運動 運動者的挫敗 以及民黨終究還是經濟發展的這個思維 可是我覺得在這過程裡面 運動也開始有一些反省 也有一些創意 這很多部分我並沒有在現場 所以我只是粗不整理給大家看 那我覺得這裡面說不定可以引發 更多的想像的可能性 我快速講 這個敬禮大學生態所 這個部落地圖總和課程 這個有興趣我們會後再來細談 這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而且說不定清華這邊也可以來思考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千里步道 這個很多朋友聽過對不對 不只找一條路 生態學會 也是那個敬禮生態所 他們後來有一個是環島土型跟登玉山 在2006年的時候 走一圈是環島 一個是垂直從地平線跑到玉山 這是整個去做環境的巡礼 這到後來變得台灣現在很 但不只他們 可是這東西我覺得變成現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像是一個什麼 像是一個承認你 去認識台灣跟認識環境的一個重要的方式 祖父聯盟他們做什麼 共同購買之後呢 出動營養午餐 要每個中午吃營養午餐的東西 你必須這個買的東西要注重食物旅程 東西怎麼去 因為從他從生活面去接入 古東基督徒各位朋友聽過 對不對 那個賴清松他在那個自己種米自己吃 對不對 但後面還有很多東西 可能各位朋友不知道 他這邊大家還知道對不對 吃自己種的米 不然他那麼農村小學 我也不知道 很多很多類似跟他一樣有興趣的年輕人 就移民到宜蘭那邊去 那他們的那個很多的第二代的小朋友 他們就替他們辦了很多的小的課程 而且不只是小朋友 他們自己的讀書會 他們也覺得他們像個小學一樣 在學習農村 叫做小朋友 現在叫農村夜市 不是在農村裡面看夜市 而是這個慢慢慢慢 新移民來的這些年輕人 變成一個新的一個聚落 那聽說說 因為這個本來他好像自己擺一個攤子 現在好像來了很多攤 變成一個夜市 就可以做更多事情 這部演戲 等下我們也可以再幾乎討論 這個台南社大 他會二人錫 這個等下跟各位做比較詳細說明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 國光實話 這個大家都知道 做土地訓練說 我是人活版 最近 就是因為網路跟這樣的串流 讓每個人都可以變成 是一個運動的發生的中心 我覺得這些新的轉變 還有很多沒在裡面 各位你們也可以慢慢去提出來 這裡面有些什麼樣新的反省跟創意 好 就你不知道我怎麼不講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書發高品庫 各位聽過嗎 反書發高了 對 他們有去弄 就是 這個都沒時間講 我是說都有些新的方式去做 這個各位有看過 裸體反 這個是環保聯盟 在前幾年就是在運動的低潮的時候 用這個東西 但有引起一些爭議 就是東西以前就說 形勢超越了這個你要傳達的主體 不過不管怎麼樣 還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要講的是這個 這個 沒時間講 好 我就不講 這個簡單的講 就是說這個 台南社大他們透過跟當地的檢察官 當地的地方政府 合作變成是一個共同去檢舉這個環境爭議的事件 它裡面有一些非常微妙的機制 是非常符合台灣 當就是地方的政治形勢 各位有機會我們再細談 不過我覺得這非常有趣 我們當年在淘寶署的時候 曾經跟我們的署長相反 這個案例推廣到群武各地去 就每個地方都有這種 NGO跟這個檢察官 跟這種部門的合作 不過後來並不容易 因為每個地方的這個司法體系不一樣 這個地方會成功是因為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檢察官在台南 叫陳志明檢察官 所以代表他是有空間 可是他也可能因為制度上的改變 或制度上的漢格 以及個人的這個特質不一樣 而讓很多運動